你的身長這樣,還長這樣 這樣 你的身長 可以了齁 剛剛拋出了一個問題給他講一下 那我們 我們來做一個 這個遙控器是不是還沒臉 還沒臉 上課有之前有用過 等一下給你按個數字 跟我數字想法一樣的 今天早上出門前有看報紙嗎 知道今天的幸運數字是什麼嗎 你知道嗎 來確認一下是不是每個人遙控器都是好的 按一下你的幸運數字 好啦 唐聽一學生 唐聽一學生你的遙控器能使用嗎 唐聽一學生的遙控器不能使用 唐聽一學生 唐聽一學生 不知道他在哪裡 那我要來選擇一個還不錯的數字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來選 數字 9 沒問題 開始 10 我們來 看喔 看一下喔 一學準 好 不過這不是這一課的重點 我們要開始來上這一課囉 上課前同學應該要做什麼事 班長 10 許 綠正 金女 老師好 請坐 今天要上的這一課標題在黑板上 來請你先轉過來我這邊坐 轉過來拼拼我這邊 再兩個字怎麼唸 1 1 2 小女子給你討論3秒鐘 2 2 1 1 請問這兩個字怎麼唸 大聲唸 1 1 所以我來幹嘛的 我要來做什麼事情的 來愛你們的 來發揮教育愛的 對 好沒問題 我來發揮教育愛的 那接下來 發揮教育愛的同時 我還有一些問題想要問你們耶 這張圖跟前面的圖 同一張對不對 對 同一張圖 但是少了剛剛那兩個字 關愛 那我們就出現後面的主角了 後面你看到了什麼 山 我看到了山 我看到了 海 鳥 鳥 還有人看到什麼嗎 其次的人 對沒錯我知道了 所以我把它移走了 藍天 好那我們剛剛第一個答案你們都說 看到了 山 山喔 問題來了 這裡有一座山 它是用照片呈現出來的 可是我想要把這座山 用數字呈現在圖上 我想用數字把它呈現在圖上 我想用數字把它呈現在圖上 那你覺得 我可以用什麼圖來呈現 這起來是題目嗎 好 這裡有一張圖片 它是山對不對 那這是一張照片 那這是一張照片 可是我想把這個山 用數字呈現在一張圖片上面 你覺得我可以用什麼圖呢 讓 有需要討論嗎 有需要討論嗎 好啊 可是你要直接 不需要討論 給各位討論時間 30秒 沒有 請坐 怎麼整個音樂 給他很多 早上可能會有好幾個哦 怎麼了 早上可以開始了 好 我要自己來幫忙 中間 好,因為老師認為這個觀念在剛剛討論過程當中,你或許從課本從同學當中會得到一些些想法,所以我要用戳冷的方式讓你來上台回答囉,OK齁? 好,我一次,一次,先挑個兩位同學,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師按錯了,老師按這個,再一次,來,曼妮跟佳妮請站起來,曼妮跟佳妮,曼妮先好了,曼妮你覺得你可以用什麼圖來表示呢? 等高線的地形圖,曼妮說了等高線圖了,那佳妮你還有其他想法嗎? 沒有了,那謝謝,兩位請先做,請問還有人有任何跟數字有關的地圖想法? 江澄有,有什麼圖?地形剖面圖,各位同學剛剛有人想到這一個東西嗎? 趕快研究一下你的地形剖面圖上面有沒有數字啊? 有啊,有啊,所以你要想到地形剖面圖也可以啊,那還有人有不同想法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這個階段到這邊,等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法,你還可以跟我說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要來看第二個東西囉,第二個是,好,一開始因為有人提到等高線圖,所以我們來確認一下等高線圖是什麼,請你把黑板上的字唸出來,來 將地表上高度相同的點連成的閉合曲線 那請問裡面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等高線,等高線就是把高度相同的點連成閉合曲線,這個了解嗎? 如果你有了解意思,我們一定會來實際操作,現在我把這張圖片推過去到各位的平板,請你把平板放平,你可以站著,你可以討論一下 而且請你做一件事情,把高度相同的點連起來,目前有辦法連閉合,請你連起來就可以了,給各位20秒的時間完成 兩張圖片通通通都要連起來,兩張圖都要連喔 好,如果你好的話可以回到座位,我就知道了,那我現在把它打開來,各位好的可以把座品往上傳 我們還有第一組 來,黑板上已經有六個答案了,我等一下點開的同時,不知道你在剛剛在回答的時候有沒有發現有哪裡怪怪的 我點開完了,六組的答案應該畫起來都會一模一樣對不對? 可是兩張圖在畫的時候,其實是有一張圖有點問題的 我們現在看過去,是每一組都把數字相同的點都連起來了 是你在連的過程當中,有沒有覺得哪一張圖是怪怪的? 右邊的圖哪裡怪怪的? 兩板,有人願意上來改過來嗎?有人願意上來改改看嗎? 好,來,志維請上台 為什麼要這樣改? 因為 你感覺到他怪怪對不對? 對啊 你感覺到他怪怪的代表說,他一定是曾經在哪裡看到什麼樣的東西才會覺得他怪怪的 這裡的確有點怪怪的 從100跳到300,跳到200,跳到400 另外一張圖片100,200,300,400 你覺得右邊怪怪的 所以你把它調整成100,200,300,400 那你可以跟我說,調整文章子之後有變成怎樣? 或是上去的了 所以我們等高性其實有一個定義是 等高線的間距必須要一樣 一百萬就兩百,兩百萬就300 那如果一百萬是300,下一條就變成? 四、五、五、五 好,非常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這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又有一個等高線圖了 這次呢,這個等高線我想要開始 我想要看到這張圖,我想要爬到這一個山頂上去 可是你看我今天穿裙子好像不適合動作太大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慢慢爬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推薦我爬哪一條路上去嗎? 我要慢慢爬就好囉 慢慢爬上去就好了 那我最終只要爬到山頂上 那從哪裡爬都沒關係 所以可以推薦我選一條慢慢爬的路 那現在給大家考慮個20秒鐘的時間 等一下我會抽同學上來的話 好,如果你需要練習的話 老師把它推到你的平板了 好,老師剛剛忘了按計時了 那我直接就挑兩位同學來囉 好,再講一次題目 我有說我要從哪裡爬嗎? 那我的目標是什麼? 爬到哪裡? 好,爬到最山頂了 所以我們來看兩位同學 來,兩個 來,兩個 小夥伴,你上來了 那絕題題也可以直接一起上來了 老師會幫你們用兩個顏色來分 你自己選顏色好了,選一個顏色 我幫你用紅色 你要從哪裡幫助老師爬到山頂? 好,OK 接下來絕題題呢? 你先不要走 你要走哪裡? 一樣 一樣喔,那你就換一樣的路 那為什麼兩個都要讓我走這條路呢? 好,我站這邊讓你看 腳的去外方 它比較平衡 波動比較平緩 那既然你發現這邊波動比較平緩 這邊等高線的特性跟另外一邊等高線的特性有什麼不同? 這邊比較陡峭 這邊比較? 陡峭 因為這邊比較 你剛剛講的一個字叫做擠對不對? 啊,還有別的形容詞嗎? 很密集的代表它的波動比較陡 所以我幫兩位先加分 謝謝 兩位掌聲鼓勵 那既然我們也了解等高線的疏命了 等高線越寬代表它的波動越 好,記得這個觀念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第三個了 爬一爬之後突然想說天氣好熱去玩個水好了 天氣那麼熱要去玩水喔 你會推薦我去哪裡? 才有河流河谷 你會推薦我去哪裡? 那你可以一邊討論 討論完了之後就可以開始按遙控器囉 那位旁聽生我們就先不管他了 來看群部的答案 喔,那既然群部的答案通通都是5 代表是不是可以隨便找一個人來回答 來回答齁 我們來抽一位同學來問問看 為什麼這個答案是5 你發現等高線有什麼樣的特性代表它是河流河基嗎? 來,旁聽學生 不知道他是誰 我們先換下一個 曼尼又是你的 等高線什麼樣的特性才能判斷那裡有河流有經過 V字然後尖尖的底端朝上 V字然後尖尖的底端朝上 上是什麼意思? 是指高度比較怎樣的 哪一個? 你需要小組討論也OK 如果你需要一點時間可以告訴老師 需要討論嗎? 不用 好,所以你覺得你的答案是 OK 等一下老師幫你先加一分 那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怎麼樣判斷一個地方有河流流經過? V字形朝地是高的地方 V字形朝地是高的地方 記得這第三個觀念了 接下來 我有一個小小的事情要請你們幫忙了 你知道老師有一個能力嗎? 你知道老師的綽號嗎? 老師叫做仙女 我現在要灑上我的仙粉了 帶你去到另外一個世界了 不! 你有看到嗎? 沒有 因為所有仙女看得到 好來,跟你講喔 我們要進到另外一個世界了 在以前古代常常可能會有戰爭 那戰爭當中怎麼樣才能取得勝利? 當然你要先了解一個地方的情況對不對? 所以我們回去六七世紀好嗎? 帶著iPad回去好嗎? 好 還有WiFi也一起回去好嗎? 好 因為那時候正好北方動盪不安 發生了一些戰爭 那南方的君主說既然那麼聰明 既然外面有這些網路設備來幫忙他們好的 所以老師走天大江南北畫出了這張圖 這張圖名稱叫做 他正全 余土 余土的意思就是 好問題 余土的意思就是 對啊,就是一張地圖 老師現在有這張地圖了 那我們要開始來幫助這個君主 我們剛剛講哪裡發生戰爭? 北方 好,再記得這個觀念了 因為北方發生戰爭了 所以我們要用我們剛剛學到的觀念 來幫他解決一些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呢? 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小組討論的 因為戰爭了 你總是要先設個風火台 去觀察人家什麼時候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設風火台 那你要開始去思考 風火台要設置在什麼樣的地方 這是等一下要討論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 我要設風火台是要爬上去 我要爬哪一條路線上去? 他的優缺點是什麼? 第三個 那因為可能要長期抗戰啊 做事要有水源 在剛剛呢 地圖你可以找到多少水源地 第四個問題是 可能要糧食對不對? 不是可能一定要對不對? 所以我要種植 要在什麼地形上面 那最後敵人會打過來了 我們要選擇一個能夠防守的地方 現在你把這個整個情境架構起來 老師給你一張地圖 開始來討論它 幫我抄下去一下這個地圖 給各位五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在地圖上面做記號 討論一下 12345點 你可能會設在哪裡? 你可以用簽名 你可以用螢光筆來做記號 討論一下你覺得這五個點 我們應該設在哪? 有同學說傳給他 我傳過去給你們這五個任務了喔 那你現在做一個大情境 在大情境底下 你覺得要怎麼解決呢? 回到哪兒任務了 開家的課題 就在九個月之間 去年輕微上去 有一個神經歷 關於四個點 手下人之間 好的 旅客 在二次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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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七次進步 是… 十分鐘 很多人 你才是…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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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